你看他在社交媒体上面展示的这些照片 都是这么的阳光干净 而且用的你看都是这些大牌 但是我没想到这样一个人 竟然是会做出这么丧心病狂的事情 你绝对没见过这么惨的房东 原本以为能轻松拿捏小仙女 所以直接扣下了4800块钱押金 故意退还 没想到小仙女竟不是好惹的 能做出如此丧心病狂的事情 临走之前 不仅将屋内的家电全部毁坏殆尽 还给房东留下了小礼物 搞得屋里恶臭连连 让房东直呼接受不了 据房东描述 当初见小仙女的时候 觉得不仅阳光而且光鲜美丽 所以非常放心地将房子交了出去 没想到才租了两个月 对方就打算退租 原本应该提前七天交下个月房租的 但是对方却一声不吭 到期之后不仅不搬走 还声称要继续再住一周 说需要时间去找新房子 小仙女的提议遭到了房东的拒绝 我们很早之前就告知她了 自己应该有提前量 她不应该是到了月初 人还告诉我们要多住几天 房东通过中介要求对方腾房的时候 发生了让房东难以接受的事情 小仙女不仅向电视机里面灌了水 还将所有的插头都破坏了 光维修费用就高达一千多块钱 不仅如此 连洗衣机空调以及冰箱都没放过 所有的线全部剪断了 这种举动让房东直呼上头 你看她在社交媒体上面展示的这些照片 都是这么的阳光干净 而且用的你看都是这些大牌 但是我没想到这样一个人 竟然是会做出这么丧心病狂的事情 00后小仙女打算提前退租 没想到房东直接扣下4800块钱 押金不予退还 不仅如此 甚至还想将小仙女直接赶出去 这下可把小仙女惹怒了 临走之前给房东留下了不小的惊喜 让房东直呼丧心病狂 原本像一只小白兔一样的女子 发去怒来竟像一头恶狼 惹得房东叫苦连连后悔不已 非常恶意的一个 破坏私人财物的一个行为 据房东怀疑 小仙女之所以这么做 无非就是因为自己扣押了房租 出于报复心理 所以将所有的家电全部破坏 甚至将鸡蛋液流在冰箱里 让自己根本没办法清理 现在房东想要小仙女赔偿自己 可是用尽了所有办法 竟一直联系不上对方 我老婆那边已经两个号码 我自己一个号码 等于我们用了三个号码 跟她联系过 她都是联系不上的 对 都是联系不上 她熟悉你们的号码吗 不熟悉过的 就是陌生号码 对 陌生号码她不接 也不接了 对 房东表示 希望可以通过媒体的曝光 让小仙女主动联系自己 将所有的损失承担下来 不然的话 自己将会通过法律手段 对小仙女进行追责 据律师表示 在承租期间 如果租客提前退租